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 day I work hard, I work hard every day 中国强硬派的胜利,中美初步贸易协议意味着什么? 美国打折网! 圣诞购物神价直播! 北京特朗普总统在贸易战上的首次退却,巴胜利 送给了中国的强硬派 这可能会导致一场更持久、更洗手的贸易战 以及中国对经济改革的强硬抵制 特朗普上周五概述了中美两国达成的初步贸易协议 协议将推迟对每年1600亿美元中国制造的商品 加征新关税 此举原本会让他对中国向美国出售的几乎所有商品征税 他还首次统一大范围降低对中国商品已征收的关税 把对服装和歌、草鸡等每年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的关税减半 这对去年曾把自己描述为关税人信奉贸易保 护主义的总统来说是一个惊人的180度大转弯 白宫把这个协议称为一场胜利 他说中国已同意购买大量美国农产品 这让遭受贸易战打击的农民获得了一些必要的缓解 这也意味着美国经济不会受原来威胁在周日开征的新一轮关税的影响 这轮关税针对的是美国人喜欢购买的中国制造的商品 如玩具和智能手机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他的强硬派支持者可能会认为 这个协议表明他们今年春近以来所采取的强硬立场是正确的 当时中国温和派人士此前于美国达成的协议高吹 从那时起中国一直要求及时事达成部分的协议 也要包括取消关税 美国官员对这个要求先是反对后在内部进行 了辩论最后终于答应了 从本质上讲贸易战打了一年半后 中国似乎找到了一个制胜的策略 保持强硬 让特朗普政府自己与自己谈 判 那些敦促习近平固执己见 不做出太多让步的民族主义者取得了 成功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 George Mack News 说 我不把这看作是市场自由主义者的胜利 上周五的宣布 让中国在明年或者更远的时间拒绝任何进一步让步的可能性变大了 这似乎证实了许多中国官员的看法 如果市场下跌或者特朗普再浓 叶州的支持者遭受太多损失的话 他会放弃贸易战威胁 甚至在上周 五之前 特朗普今年已经四次推迟或取消了加征关税 这种政策变化 最终可能会鼓励北京进一步拖延谈判 以达成对中国尽可能有利的协 一 协议影响可能波及贸易以外的领域 上周五宣布的协议令中国 政府对本土产业支持的讨论就此打住 特朗普政府内部对中国持强硬 态度的人士认为 这种支持对美国企业构成了直接威胁 更广泛地说 初步协议的达成可能会让已经被削弱的中国温和派 进一步边缘化 他们希望北京放松对国内经济的控制 西方经济学家警告 臃肿的国 有企业正在拖累中国经济 吸走本应流向私营企业的资金和注意力 北京加强控制也可能使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变得更加困难 不过 中国更强硬的立场也给习近平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部分出于贸易战所 至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放缓 随着贸易战的持续 经济增长还可能 会进一步放缓 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大部分还未取消 大型企业吧 他们在中国的制造业务转移到其他地方的压力仍在 习近平的确需要达成贸易协议 这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他需要提振疲弱的经济 同时 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香港中文大学北京政治问题专家林合力说 但就目前而言 习近平似乎拿到了一份 可能会让中国民众认为贸易 战的最糟糕阶段已经过去的协议 尽管一些法律细节仍有待敲定 而协解决起来可能也并不容易 但这项协议的总体框架可能会让中共的强硬派感到满意 他们坚持要求北京不会做出限制中国产业政策的妥 协 这些产业政策的目的是把中国变成美国在高科技上的竞争对手 七年前 习近平上台后 强硬派如鱼得水 他开始了一场巨大的 由 政府主导的投资热潮 以确保中国成为从半导体到电动汽车等未来行 业的领军者 中国一家国有企业为了建造与波音竞争的商用飞机 已 在上海郊区建起了110栋建筑 包括大型机库、电脑化设计工作室等 数十个中国城市都在建立由政府补贴的半导体工厂 与美国巨头 以及台湾和韩国的企业竞争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鹰派人物和美国商业 团体表示 由政府补贴的中国国有企业可能会把国际竞争对手消灭 他们以太阳能组建行业为例 该行业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 得益于国有银行几乎无限制的贷款 美国和欧洲的工厂倒闭让中国起 忽完全掌控了这个行业 但习近平及其支持者坚持认为 中国需要这 携手补贴的行业 特朗普今年曾采取措施 以中国公司与侵犯人权或 情报收集活动有关的名义 限制中国公司购买美国制造的芯片、软件 和其他现代必需品 在中国政府的许多人看来 特朗普的做法凸显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